潘金莲失手掉落插杆 正巧打中路过的西门庆 西门庆本想发难 但抬头一看 却见楼上进驻着一位妖娆妇人 脸上顿时转目为笑 潘金莲赶忙道歉 路家一时失手 打同了官人 但西门庆却毫不介意 只是痴痴地望着潘金莲 自诉了半场才回过神来 这一幕正巧被对面的王婆看在眼里 谁让大官人从那屋檐下过呀 打得正好 潘金莲被她这一说 羞怯地合上了窗户 可西门庆的目光依旧不愿离开窗台 晃晃悠悠后退几步 便走到了王甘娘门口 王甘娘嘲笑她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西门庆尴尬一笑 询问这是哪家的娘子 她是阎罗大王的妹子 武道将军的女儿 西门庆知道王婆爱说笑 于是进屋坐下 王婆热情招待 端来一碗酸梅汤 并告诉西门庆 这小娘子的丈夫乃是街上卖熟食的 让大官人不妨猜猜看 西门庆接二连三猜不中 王甘娘便不由地感叹 自古好汉无好妻 赖汉娶仙女 这小娘子 偏偏是三寸丁枯树皮 五大郎的老婆 此话一出 西门庆经的目瞪口呆 情不自禁看向对面阁楼 好一块羊肉 掉进了高岁里了 自此以后 西门庆便每日魂牵梦绕 一心想着再见潘金莲一面 正巧这天 她乘坐马车路过潘金莲家门口 内心再也安纳不住 直接下车来到王婆茶馆 一进屋便掏出一定银子 她直言自从上次被插杆打了以后 她便被那小娘子勾去了魂 如今只求王甘娘能收下银子 帮她这个小忙 她知道王婆明面上开着茶馆 但实际上说没皆生无所不做 当个马伯六撮合男女关系 自然也在她的业务范围 但王婆可不愿轻易接活 王甘娘若肯帮忙 我愿除十两银子 被甘娘致满兽 听闻这话 王甘娘这才肯坐下来 和大官人好好谈谈 她直言这种事不是人人都能做的 大官人需要五样聚全方可行事 西门庆急忙询问是哪五样 这第一样就是大官人必须冒比攀安 西门庆一向风流替躺仪表堂堂 相貌这一块字不用说 这第二呢 大官人要有驴儿大的行户呀 这个不用说 那么第三件是什么呢 第三是要钱 第四是要眠 眠礼藏针不可兴急 第五是要闲 必须有足够的空闲时间 西门庆听后一拍桌板 这五样他全部都有 只求王甘娘快些领他去和小娘子见上了名 王甘娘让他莫要着急 承莫只要大官人舍得花钱 他王甘娘自有妙计 首先 大官人得先买些上等布料送来他家 三日之后 大官人再穿戴肘旗 等到晌午时分 以咳嗽为好 自打武松走后 武大郎便听从弟弟的话 每天晚出早归 潘金莲见他一个大男人整天待在家里 看着就心里窝火 正当武大郎准备挑上担子出门时 对面的王婆忽然登门拜访 前来借的日历 竟然有位施主送给他些许布料 所以想选个皇道 即日两体裁衣 为以后送中做衣提前做准备 王甘娘接过潘金莲递来的日历 不禁感叹 这皇道即日好选 只是这裁衣服的人呐 太难请了 苦死老生了 武大郎直到他家娘子 做得一手好针线 既然都是对门邻居 不如就让金莲为王甘娘裁剪衣服 王甘娘连连感激 武大郎也在说话间 挑起担子出了屋门 丈夫离开后 潘金莲便让王甘娘取来衣料 也好替他裁剪 可王甘娘却推次说要勘店 只求潘金莲去到他家裁衣服 潘金莲担心别人说闲话 由于片刻之后 决定带王甘娘从后门过去 二人来到王甘娘家 潘金莲一看布料 便知是上等货色 王婆见机便夸要起送部的施主 直言西门大官人家裁万贯 这些上等布料 还不及他家酒牛一毛 随即又提起他年轻时的风流往事 丈夫虽说命短 却也懂得风流 老身也算没有枉费青春 这么一想啊 也不算贵 潘金莲听得脸颊飞红 王甘娘见时机成熟 当即一声咳嗽 门外西门庆听到信号 便假装登门拜访 王婆故意将她请进屋内 来给潘金莲介绍 潘金莲必无可避 只能躬身请安 可西门庆还没跟她说上两句 潘金莲却托辞王甘娘今日有客 起身便要告辞离开 王甘娘没有阻拦 直接放走了潘金莲 西门庆见状心急如焚 着实被王甘娘吊足了胃口 王甘娘让她切勿性急 转头便趁机加码 老身还想请姚二给打付手镯呢 西门庆一听便知 立马询问王甘娘想打付多重的 第二天 西门庆照就来到王婆茶馆 听闻一声咳嗽 便先连进屋 假装与潘金莲再度偶遇 潘金莲见状又要起声告辞 但西门庆却让金莲留下 要走的话也应该是她先走 此时王甘娘却不乐意了 你们一个出钱一个出力 有缘这里相逢 今日应该多喝几重才对呀 王甘娘说完便要出去弄些酒菜 也好感谢二位帮忙 临走前还让潘金莲陪陪大官人 她很快就会回来 潘金莲不好推辞 只能留下来作陪 王婆走后 西门庆便和金莲潘谈起来 故意询问她的丈夫是何许人也 潘金莲羞怯回答 她丈夫乃是吹鼎五大郎 西门庆听后便为她连连叫屈 潘金莲没想到对方会如此直言不讳 但这番话却激发了她内心的苦楚 西门庆趁机递上手帕倾诉忠肠 自从那日被娘子的插竿打了 这七红六破就丢了三分 潘金莲不由地破体微笑 二人聊得正欢时 王婆正强归来 吃完一桌韭菜后 潘金莲便醉意阑珊地回到了家 正好碰见五大郎收汤归来 她见丈夫一副矮错相貌 又想起西门庆为她哀叹惋惜 心中不由的一阵酸楚 随后便独自上楼 现在的她已然变了心 第二天丈夫依旧很晚出门 潘金莲心中不免嫌弃 转头又去了王甘娘家 与西门庆谈天吃酒 席间王甘娘借口出门买些水果 哪知转头就将两人锁在屋内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潘金莲又喝得醉意朦胧 西门庆趁机将筷子打落 趁着剪筷子功夫 西门庆便盯上了潘金莲裙下的小脚